中基屋铁路 中基屋铁路正由设想变为现实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三国携手促合作 共同谋发展的坚定决心 中国愿同基尔基茨斯坦 乌斯别克斯坦两国一道 再接再厉 为启动项目建设做好各项准备 早日建成这条汇集三国和三国人民 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通道 美国政府5号宣布将对台湾出售 总价值达3亿美元的F-16战机领舰 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14度对台军售 而日前拜登也五度重申 如果中共清台不排除派遣美军保卫台湾 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彰显台湾的重要性 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加入这个整个美国印太战略 它所谓的形成一个有效嚇阻里面的一环 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在于强化我们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 而就在美国对台军售之际 近30家美国军火器也组成的代表团 就在台北参加台美国防产业论坛 也拜会中科院汉翔及多家民间五人级大厂 强化台美供应链伙伴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互利互惠的状况 一方面我们在这边也是帮忙提升这些产能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强我们的国防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厂商来这边的原因 我想这个是国防产业链的强韧化 这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国防绝对是有帮助的 顾立雄说明 这是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邀请 与美方民间产业的论坛 与国防部军购案无关 不过他也重申 美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结合国会国防部国务院 加速优化对台军售执行 新唐利亚的电视 黄良俭张之轩 台湾台北报道 出席Computex被媒体团团包围 关注复议案的准备进度 行政院长卓榮泰上午宣布 将对立法院职权行施法 及刑法修法提出复议 我们依照宪法赋予行政院 宪政机关的权责 我们行使宪法的权利 我们也同时要向全国人民说 我们就是在维护宪法 在捍卫宪法 而且捍卫的是一般人民的权利 国会是民主的象征 然而这次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法过程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总统会以国家发展 以及民主的价值全盘 并审慎考量 肩负起民主宪政守护者的责任 对于执政党的表态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 周傅昆琪也做出回应 我们不了解 周荣泰卓院长 这是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 跟行政院不晓得 有什么直接的立法关系 提出这样的一个 完全无厘头的 一个不一案 我也要特别请 周荣泰院长三思 国民党对于行政院 要提出复议案表达不满 但民间及专家的担忧 是直接指向法案违宪 及侵害人民权利 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委员 继续铁板一块 知错不能改 我相信选民会记得这件事情 违宪的法律 大法官是可以宣告他失效的 如果本案复议案的结果 是维持原决议 那我们还是呼吁 不管总统府行政院 或者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应该要申请示线 复议案成请总统合可后 立法院要在收案后的15天内 做成决议 而朝野对立持续升温 外界关心蓝白两党 是否有可能对行政院长 提出不幸认案 对此民进党团 总召科建民表示 欢迎蓝白提不幸认案 届时就实质倒戈 解散国会 新唐人雅特电视 林家伟 红阳林 台湾 台北报导 新唐人雅特电视 林家企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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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企团 新唐人雅特电视 林家企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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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汇对接大概是两个过程吧 一个就是我们上升器起飞之后 然后它要进行次次的一个轨道机动 去到达它预定的一个轨道 然后回反左额体来去追这个上升器 逐渐平稳靠近 最后实现一个交汇对接 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控得稳 与常规交汇对接机构不同 嫦娥6号的对接机构必须做到小而精 同时还要具备样品容器捕获 自动转移功能 因此科研人员在嫦娥6号上 采用了抱爪式对接机构 通过增加连杆急爪式转移机构 实现了对接与自动转移功能的一体化 就像我们手握棍子的工作 两个方向一用力 就可以把棍子牢牢地握在手中 有轨道器上面的这个抱爪 牢牢地抓住上升器 上面有一个横杆 相当于就是两者就紧密地对接在一起了 在这个过程中再进行样品容器的转移 要从上升器上转移到我们的返回舱内 首先就是密封封装的过程 这个密封封装容器是位于上升器的顶部 第一个转移过程 第二个转移过程也就是上升器从月面起飞到达轨道 和轨返组合体进行交汇对接 同时把这个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到返回器这个过程 第三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轨返组合体进行月底转移 到达地球附近的时候 返回器要载入大气层 最后主流在地面 那第四步就是我们的搜救人员完成这个返回器的搜索 回收最后把样品容器取出来 进入我们的这个月球样品实验室 完成这趟样品的采集之旅和回收之旅 对它的这个密封度是非常严格的 也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是在月球表面的真空环境下采集的样品 不会受到地球大气的一个污染 我们拿回来之后也是要在冲淡的这个环境下 打开有样品容器 就是不希望有地球大气对我们样品的一个污染 北京市民柴先生告诉新唐人 北京经济下行的很厉害 很明显 疫情解封半年之后 开始出现倒闭潮关门潮 尤其今年最严重很多人失业 我已经失业两年了 现在招聘都很少 大环境都很差 没有那么多招聘都个岗位 很多地方那个房子都在出租 商店商户都在关闭 现在这些商户现在都关了 没有起家还开着点 据柴先生的观察 北京十个人里面大约有五个人失业 他周围失业的人很多 甚至有人陷入困境 绝望自禁 官方封锁消息 有自杀的 有窗户的 这个商业封锁的地方 也就是这些东西 只有身边的人知道 北京市民翁女士告诉新唐人 倒闭潮已经波及到北京房地产和相关行业 去年十月 她搬家 买了两个厂商的家具 今年他们全都倒闭了 我周围就有人就是那个民营企业 根本给别人开不了工资 然后他们是做工厂的 然后他们的商家也不给他们工钱 吴女士还说 他住的小区内新房子卖不动 建筑工人也被拖欠工资 在小区门口打横幅讨薪 此外很多商场冷冷清清 许多商家倒闭 北京超市员工张先生告诉新唐人 现在生意很不好做 竞争激烈 东西贵了没人买 卖便宜了又没有利润 倒闭的商家很多 这个商家就是不挣钱撤店了 完了之后又来一个 来了一个又撤了 就这么走马灯的货 张先生说 中共病毒疫情解封后 生意逐渐就不行了 消费降级 人们都不敢消费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唐颖 雄斌 黄宇宁采访报道